赌场是交易策略,读书分享03,无效市场,有效市场假说,是由,一些理科背景深厚的学者和经济学家,在没有任何统计数据的情况下提出的,这令人难以窒息,因为许多证据表明,市场是无效的,事实上市场一向都是无效的,总是从恐慌到泡沫,再从泡沫到恐慌地循环着周二复时。 正如前文所述,在风云变幻的金融市场中,市场行为的这种周期性变化,是交易者少数可以相信的交易依据之一,有效史上假说认为,所谓的泡沫根本不存在,因为市场的交易水平始终是合理,或者有效的,这听上去很荒唐。 在这一理论的知识看来,1637年2月2日,荷兰一只玉金箱卖2500荷兰顿,是合理的,一天后同样,一只玉金箱卖2荷兰顿也是合理的。 我认为这是一个拿破仑类比的例子,拿破仑类比指的是这样的情形,有一个精神病人深信自己就是拿破仑,并且成功地,让精神病院里的其他病人也这么认为。 医生问想方设法,却说他和他的忠实追随者,但都无济于事,一天这个病人逃出了精神病院,他发现没有人再相信他是拿破仑了,这当然毫不奇怪,因为他根本不是拿破仑,他只不过是得了妄想症,并成功收服了其他病人,相信他的错觉而已,或许他永远无法接受。 自己不是拿破仑的事实,就像可能今天仍然有人奸细,与2005年前后的自贷相关的合成债务,抵押债券的价格应该等于其面值,尽管这些债券现在一文不值。 另外,和那个自称是拿破仑的精神病人一样,虽然2005年楼市泡沫期间,各金融机构曾对这些合成债务,抵押债券,给出了等同于其面值的估值。 但这只不过是一种错觉,实际上这些债券始终是无价值的,话虽如此,这是因为,绝大多数人的认知都带有一定的错觉,而且,价格总会与价值出现暂时性的偏离,因此,本书适合短线交易者而非常见投资者。 而且,短线交易者必须等到有迹象表明,我们的病人已经逃出精神病院的时候,在开始针对市场非理性的,带有泡沫的价格水平进行操作。 我们所等待的迹象就是价格下跌,因为在价格偏离合理水平的市场中,价格只会变得越来越不合理,直到崩盘,除非价格下跌证明市场坚定,否则没人知道何处才是顶部。 这也是无效后卫市场的内在特征。 正如凯恩斯所说的可能拟我破产了,市场的非理性还没有结束,或者如同我常说的只参与不预测,等市场出现见顶迹象后再开始卖出。 在市场出现筑底迹象后开始买入,很多人看准了长期趋势,却因为出手过早而损失惨重。 对于短线交易者而言,把握长期趋势可能是知名的投机客需要的事儿,对正确期限内的市场动向,做出正确判断。 例如,2008年1月前后,Summer Group公司在110美元每桶附近,开始做空原油。 他们根据当时的原油价格,已经偏离其长期价值。 这一现象,正确预测出包油价难以持续的趋势。 然而,2008年7月16日,Summer Group公司宣布出现流动性问题,并将其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。 集团的交易,账户卖给了巴克莱。 2008年12月12日,芝加哥商品交易所,2009年1月交割的原油期货价格,见底为32.48美元每桶。 但这对Summer Group公司早已于事无补。 因为,起早在2008年7月22日便已提交破产申请。 为什么市场的无效性,对短线交易者至关重要呢? 原因在于,正是这种无效性的存在,为我们建立正向预期交易模型,提供了前提。 市场的无效行为,导致了统计学家所说的,与政态分布完全不同的,资产价格的尖锋分布。 这意味着,资产价格比在有效市场中,更倾向均值回归。 而当市场不处于均值回归时,其价格延续趋势的概率更大。 统计学家将这种延续趋势的倾向,称为分布的后卫。 基于市场的价格尖锋分布,正向于,其模型一般可以分为以下两类。 以逆式模型,利用市场倾向于回归均值。 而顺势模型,利用市场发生后卫事件的时机。 所以三大技术指标摆动指标。 趋势指标和波动指标中的两种,分别是, 显示市场是否处于超买或超买的。 摆动指标,以及诸如移动平均线指数平滑一同。 移动平均线,MACD和一幕平均表指标一类的。 趋势指标,不是没有道理的。 也可能会问,如果市场要么趋势运行,要么区间交易, 为什么会有第三类技术指标呢? 第三类技术指标。 即波动指标,会从市场从均值回归模式,回到趋势运行, 或者从趋势运行转为均值回归模式时,发出信号。 实际上,在建立正向预期模型的过程中, 波动指标是最有用的。 因此我将在第四章中介绍部, 同类型的波动指标,如何利用这些指标以及它们的局限性。 在这些指标,将来在这些指标,将来在这些指标,